压力 就你小子叫压力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开了开了 来 牵住一下 上千师在开 上千师在开 不着急 有谁能想到 云游玉黎大国标晚而加上压力的全明星阵容 却丝毫不能阻挡德华 向巅峰前世挺进的步伐 甚至上上把刚被德华拿下的国府点为这局 也有幸被代飞 选人阶段德华表示 莫子是自己的拿手好戏时 大家都还不以为然 莫子呢我真的太会了呀 进入游戏 德华开局 选择帮中路倾线 以至于守约被杀 我们将慢慢看到德华的恐怖之处 守约和辅助互换对面压力 拿到人头 这在前期基本算小猎开局 这个时候德华先清完兵线 再同压力对线 并且狠狠将其压制 接下来看压力的精彩深法秀 是如何被德华轻松破解 都是啊 等白礼啊 装逼 装逼 装 装 你给我装 你今天给我装 虽然最后苏烈赶来 给了德华致命一击 但是压力却是完败三发炮弹 一个都没能躲过 我都受不了了 差一把两千四 然后我踩这么一把 走到三眼 此时自态玩敌情的春虫虫 告诉德华对面香香 是压力 压力啊 对面压力 任其压力的香香 有多么优秀 遇见德华 只能是压力山大 三分钟看到木兰支援上路 德华当即上前 逼迫压力走位 虽然压力躲过了很多控制技能 但是这也意味着 他没机会打输出 而德华这波非常精髓的 用大闪控住苏烈 让压力放松警惕 德华残血后 压力直接向前压进 结果正好被木兰一闪击中 此时点卫也赶过来 收割了婉儿 自此我方一换三 拿到前期优势 随后我方推掉上路一塔 让压力的发育 变得一场难受 五分钟中单昭军 出了一点小意外 德华大招都救不回来 幸运的是 点卫和木兰下路抓死了曹操 也没有亏损 七分钟情景重现 德华配合点卫 抓死了上路带线的曹操 而我方昭军 也被对面的婉儿击杀 一时之间 双方局势又开始僵持 看到婉儿过分嚣张后 点卫直接追到下路进行针对 此时正面战场 德华和守约 扛起防守的大旗 等到点卫拿下小龙 开始部署针对下猴之时 德华目前的实力 不足以对抗压力 但是他做到了丝血 一律不倒 等到队友处理完下猴之后 回到中路 又轻松带走苏烈 德华则在这波团战中 看似隐形 实则最大功臣 等到德华补满状态后 对面曹老板 想要背后偷袭德华队友 却被昭军神之冰冻 草草送回了泉水 再看木兰越发勇猛 越他闪现 拿下压力 时间来到九分钟 火方大优势 但是由于人不齐 被对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导致点为过早的阵亡 我要死了 哇 这波没人给我拆毁 卧槽兄弟 这打不了吗 这能打呀 完了兄弟 什么能掉 10分钟 压力回家补给状态 德华又卡住了 对面打野位置 所以暴君还是被稳稳拿下 甚至德华预判闪现 还骗出了苏烈闪现喜上加喜 只不过接下来 对面婉儿打了我放一个措手不及 再次补满状态 德华又在中路牵制了苏烈 逼出其大招 趁此机会 点为下路击杀了曹老板 继续掌控局面 趁着暴君的加持还没过期 木兰也开始发力追赶对面婉儿 德华神志一炮 再次立下大功 让点为拿到了婉儿人头 此时对面压力真的压力太大 一个人开始上路截线 不过压力运气不错 刚好卡点 没有被木兰留下 12分钟羁绊消失 果方轻松拿下主宰 德华一炮空到三人 再次暴露出冰山一角的实力 我走劲很凶啊 我走了兄弟 我得走了 我一滴血没了 不要 嘿 牛逼啊 李德华 这不德华 这个手术 有点说法 这个人杀吗 我来了 快跑败了 打一炮 进可攻退可守德华的大炮 成为首约的神仙队友 点为则趁此机会 偷掉了下路高地 哇 极限了兄弟 德华有极限手术 点为也是非常有意识 直接抓死了夏侯香香 这把裸的阿威真的是特别亮眼了兄弟 我真的每波都做到特别极限啊 赶紧把我捡进去的话 知道吧 把我捡进去就就修了 哎 把高分 最终我方没给任何机会 一波拿下对面水晶 上手呗 对面活了 已经活了 对面都活了 对面都活了 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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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之后 德华来到了巅峰21名 压力 就你小子叫压力 最强国服孙上香 哎呀 哎呀 嗯